昨天又反彈了 但是公盛又這麼看淡 其實你又怎麼看內地消費股的前景 消費我一直都很提開 但是老實說 第二是難看的 難看的地方不是公司業務模式有什麼轉變 而是消費大家都知道 就真的很受疫情影響 去年基本上第三季個別的地區一爆起來 就很多品牌的扭量急跌的 那些運動用品就是因為第三季疫情開始 令到銷售在下半年急速的方緩 剛剛你提到的餐飲也是 譬如狗毛狗海底撈也是因為疫情關係 令到他們都很難進一步是擴張 甚至很多時間都直接是營業不了的 所以這件事有時就是天時地利的問題 就不是說這間公司明明的品牌不錯 明明之前的業績也都不差 為什麼導致股價都underperform 就是因為疫情是太難去估計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就假設疫情大家病毒這件事 沒有得分析的 你問我今年來的Omicron會不會再變狀 會不會再惡化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假設當那個疫情是有機會 大家接種疫苗可以應付得到 今年可以慢慢緩和 其實以內需或者一些消費股 現時大部分股值都已經是做一些修正 有些調整 我就看得不是那麼淡的 之前我也有些看好的股份 例如可以自家這些 你看到可以自家 其實過去兩三個月 都是在銅業或者整個消費板塊裏面 是跑贏了上來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說今年都是可以網回樓市有機會做好些 成交或者大家可能在買樓方面 應該的情況就好過去年的下半年 所以對於一些可能加電 加品 加具 相關的股份 我繼續都看得正面 很簡單 你說政府哪要刺激消費的 它很難說所有產品都被補貼的 如果你說要最直接見銷 或者GDP要有個直接帶動 都是那些 就是加電 加司 再不是就是汽車 汽車 就是最簡單 直接一做就會有成效 所以我覺得這些股份都值得去留意 其次你說一些 譬如今年炒加價 因為之前都說了 CPI會上 PPI下 這個對於很多消費股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去年就慘 去年面對著原材料成本又升 物流運輸的價格又加 但是你的售價未必加得及 但是今年就可能相反 當你的產品零售價格可以提升 但是你上游的原材料成本 相對可能是沒有去年升得那麼多 對Margin來說 會有復甦的情況 所以今年我自己看內需消費股 就在炒這三個概念 就是疫情緩和 可能那些旅遊相關股會做好些 其次就是炒通脹 CPI升 帶給他們加價 第三 就是剛剛都提到一些政策面的 刺激消費那些措施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